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皇上 皇后娘娘过来了 皇上万福金安 快坐 是 都入夜了 怎么还过来 有什么急事吗 皇上今日走得急 臣妾忘了问一句 过了除夕便是元宵了 今年的元宵佳节 皇上喜欢怎么过啊 太后的病一直都没有好 人也不想铺杖 简单些就是 元宵欣喜 皇上已赏了恩典给红轩 也算是既福既善了 那是婉萍提醒了一句 希望朕怜悯允额一脉 臣妾有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是 臣妾也是听到 皇上刚才说的才想起 皇上 婉萍她虽得恩宠 可是有时候也失规矩了 皇后不是一向喜欢婉萍吗 今儿是怎么了 正因臣妾看重婉萍 而她又即将封飞 所以不得不说 皇上方才说 红轩封决之事 是婉萍提醒皇上的 臣妾虽然欣慰婉萍人后 可是也担心婉萍不该智慧朝政 红轩的事也算是家事 自然说是家事 但隐儿谋逆之事便是国事 家事与国事原为一体 正因为婉萍心善 臣妾才怕她为人蛊惑 为他人做了嫁衣 自己都还不知道啊 这样说来婉萍跟她父亲 心思是一路的 都对朕不喜欢的人 有怜悯之心 婉萍聪慧 臣妾也喜欢 可是说到懂得进退分寸 安守后宫 那安贵人和齐贵人 却比她好许多了 齐贵人也算是懂事 齐贵人到底是咱们满人的血脉 不比婉萍 汉军齐的女孩子 浑着汉人的血 怎么也不能算同心同德 自然了 日久见人心 婉萍或许会做得更好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皇帝 坐这儿 皇额娘的身子进来可好吗 还是老样子 新来的齐贵人喜欢吗 她是功臣之女 皇帝可别冷落了她 儿子知道 权衡之术 后宫与前朝是没什么两样的 皇帝自然能处理得宜 儿子谨记皇额娘教诲 有了允额的先例 儿子对此次平难的有功之臣 已颇为小心 并未授予太多的实权 对于入宫侍奉的功臣之女 亦不会过分宠爱 那就好 自从年庚瑶一事之后 儿子心中常怀警惕之心 但愿龙科多她不要布年庚瑶的后尘 她不敢 但愿如此 只是皇额娘就在后宫之中 已不能知龙科多的心思 哀家与龙科多相识数十年 眼见他为先帝和你担惊结虑 皇额娘不是常说后妃不得干政吗 前朝的事皇额娘无需担心 您只要安心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 儿子前朝还有事 儿子前朝还有事 先回养心殿了 当晚再过来给皇额娘请安 好 正是繁忙 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是 皇上起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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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皇帝的意思 是不是要绞兔死走狗烹 上回哀家就听出这个意思了 太后慈心不及天下 虽然有心也得顾及奉体 不能面面俱到 平定您庚瑶的时候 那龙科多大人也是出了力道 个人自有个人福 哀家又能顾得到谁呢 主席 主席 去把哀家的水烟袋点上 这本书 不是已被皇上封禁了吗 怎么养心殿就搁这一本 虽然是禁书 朕也得时常看看 得知道这些大逆不道之人 成日里在想什么 你觉得这本书写得如何呀 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朕已将写这本书的汪景祺 一斩首示众 看谁还敢削他 皇上别再说了 臣妾听着害怕 你怕什么 汪景祺有罪死不足惜 可悬挂首级示众 吓到的大多是无辜百姓 臣妾还听说皇上 还流放了他的妻儿为奴 连远亲都被割职了 你怎么看 汪景祺有错 她自己担着 若连她的家人亲眷 连远亲都被连累到 只怕有些无辜 若为此怨声再道 臣妾替皇上不值 你觉得朕做错了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以为 若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那会有更多人感激皇上的 你到底是规格女儿 不懂得男人的杀法决断 谁敢动摇朕的天下 朕就是错杀 也不能轻纵 因为一旦轻纵 便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 是 臣妾失言了 Nope 好 速简直 Cass 诱已经修好了 你还是回碎雨连去住吧 怕是委屈了齐贵人 她挤在齐妃娘娘那儿 皇上要见他也不方便 朕都想过了 岁玉轩还是给你一个人住比较好 朕每次去看你 骑贵人都在一旁 当真是不痛快 那岁玉轩 以后就给臣妾一个人住 那春天的时候 臣妾就能和皇上 对着满院的海棠饮酒 臣妾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 跳惊鸿舞 夏天的时候和皇上必赎取粮 秋日里 朕和你一同酿桂花酒 冬日看飞雪满天 朕要陪着你 你也要陪着朕 欢欢 要永远和四郎在一起 苟温 樟温 樟温你在吗 四郎 樟温 我在这儿 小主 暗小主一大早 便在天外等着你呢 她等多久了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那我快一些 别叫她等久了 妹妹好早 给姐姐请安 我特地来等姐姐 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朕先上朝去了 恭送皇上 婉婉 今晚依旧来这里 走吧 你们俩来得也挺早的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是该早些来 向皇后娘娘请安 你们得以进风 果然是比旁人懂得礼数 难怪皇上更宠爱你们 若论宠爱 有谁能及姐姐呢 今日早晨去养心殿 等姐姐一同来 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 谁知竟唐突了呢 宁如 姐姐害羞什么 皇后娘娘可是最疼咱们的 今日早晨 臣妾听到皇上换姐姐的小名呢 婉婉 皇后娘娘 您别听安妹妹胡说 婉婉 婉婉 婉是你的封号 皇上这样叫你 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啊 妹妹一时嘴快 姐姐可不要生气啊 下次再也不敢了 在宫里头都是姐妹 开个玩笑有什么 对了 安贵人封瓶的册封礼简单 婉瓶你得候着 还有你册封时的礼服 本宫觉得还有一点不妥 到你册封那天 本宫自会命人送去你宫中的 谢皇后娘娘 好大的一个疤呀 真是非常难看 总算是结疤了 难看些有什么要紧 前段时间老是化弄 那才叫我害怕呢 这是玲蓉给我的疏痕交 去疤是最好的了 从前我被那只猫挠出伤痕 你看 如今都好了 果然是没有了 可是你的伤很小 我这个疤大怕是用不上吧 我那还有一些 你先用着 若是觉得好 我让玲蓉再配些过来 小主 温大人到了 要给您请卖呢 快请进来 是 你总嫌人家啰嗦 卖都不较请了 现在倒好 她日日来烦我 真是挺香的 一闻便知是好东西 微臣给两位小主请安 快请起来 温太医的礼数是最要紧的 一刻都不放松 你又爱取笑 请问小主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是去疤用的疏痕交 能否交与微臣看一看 有什么不妥吗 本宫已经用了几盒了 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微臣一时也说不出什么 能否教育微臣回去看一看 好 那就请温太医好好看看 你说乾明氏有一本 古香亭诗集 就是这个 奴才也是从真大人那里知道 得到了这本诗集 觉得还不错